拜登宣誓就职彩牌被火灾打乱 VD马拉安全部队与美国边境的移民发生冲突 川普撤销了针对华为的1200亿美元销售许可证 俄勒冈州考虑紧急没收私有财产的法案 谷歌和Facebook达成了秘密交易 共同称霸在线广告 川普新签署行政令保护执法人员及其家人 1月18日被安排的拜登宣誓就职彩牌被一场火灾打乱 参加排练的人告诉美联社 安全人员大喊这不是演习 同时将人们引导到建筑物内的安全位置 拜登没有参加排练 据当地的ABC新闻和其他多个消息来源称 内部人员也被命令远离外部窗户 照片显示人们在国会大厦外摆放的折点椅中 争先恐后地寻求安全 身穿迷彩服的军官在混乱中冲过一条走廊 官员们说 烟雾来自一英里外无家可归者营地的一场大火 这与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无关 哥伦比亚特区的消防员扑灭了大火 并下令撤离和封锁 1月17日数以千计的宏都拉斯大篷车队移民 想突破宏都拉斯与威地马拉的边境 向美国边境进发 但遭到了威地马拉边境安全部队棍棒的迎击 有些人被打回了宏都拉斯 这些人在拜登宣誓就职前出发 希望通过威地马拉境内到达美国边境 然后进入美国 移民权益组织人民无国界代表大篷车发表声明称 他们期待拜登政府采取行动 希望在到达美国边境时能受到更温暖的接待 该组织是一个鼓励宏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难民 驱车来美寻求庇护的左翼团体 威地马拉当局16日估计 有多达9000名宏都拉斯移民进入了威地马拉 威地马拉总统贾玛蒂发表声明 呼吁宏都拉斯当局 遏制其国民的大规模出走 这些移民在上周五和周六冲破了边境线 大约2000名警察和士兵的防线 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出示 威地马拉要求的冠状病毒阴性测试证明 贾玛蒂声明说 威地马拉政府对这种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感到遗憾 并呼吁中美洲各国政府采取措施 避免在瘟疫大流行导致的健康紧急情况下 将其国民置于危险之中 而在上周日早晨的冲突中 只有大约3000名威地马拉警察 试图阻止他们越境 在大鹏车队人群试图穿越 安全部队的人墙时 有数人受伤 当局还使用了催泪瓦斯 试图驱赶人群回到洪多拉斯境内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 有些人退缩了 逃到了附近的山上 据NBC新闻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拜登政府过渡官员在当天说 那些希望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几周内 到达美国寻求庇护的移民 需要知道 他们将无法立即进入美国 这名官员还警告外国移民 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不要来美国 他说 虽然将会提供帮助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边境的局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 墨西哥已经表示 大鹏车队将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 据彭博社报道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 曾向川普总统取诺 他将阻止非法移民 并加强对墨西哥南部边界一带的关注和投资 有关2021年 三批洪多拉斯非法移民 正向美国逼近的消息 在加州华人圈炸开了锅 不少华人忧心 川普总统已经建立起来的 阻挡非法移民的政策 会被拜登更改 造成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尤其是进入有庇护州政策的加州 很多人已经开始行动 要急忙搬离加州 川普上周针对拜登的移民政策警告说 结束现行的移民政策 并增加激励措施将给美国带来非法移民潮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浪潮 1月17日据路透社报道 知情人士称 川普政府通知华为供应商 包括芯片制造商英特尔 英特尔正在吊销向中国公司出售的某些许可证 并打算拒绝数十家向电信公司供应产品的其他申请 这项行动可能是川普总统对华为公司的最后一次诉讼 这是削弱世界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长期努力中的最新举措 华为与中共的军方合作 并向中共提供后门访问其数据和设备的权限 路透社看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记录了这些行动 半导体行业协会上周五表示 商务部已经发布了意愿拒绝大量向华为出口的许可证申请 并撤销了至少一份先前签发的许可证 此举有可能危及与华为价值3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技术贸易 知情人士说 在采取最新行动之前 约有150项许可证正在申请价值1200亿美元的商品和技术 这是因为美国各机构无法就是否应授予这些许可证达成共识而被搁置 消息人士称 还有2800亿美元的华为商品和技术许可申请尚未得到处理 但现在更有可能被拒绝 这一消息引发了亚洲一些半导体相关股票下跌 韩国三星电子日本Advanest都下跌了1.5% 东京电子下跌了0.8% 半导体协会的电子邮件表示 这些行动涉及半导体行业的广泛产品 该公司一直在等待许多个月的许可决定 目前应对拒绝是一个挑战 收到拒绝意图通知的公司有20天的响应时间 商务部有45天的时间通知他们决策的任何更改或最终决定 最后公司将有45天的上诉时间 消息人士说 从1月4日开始 美国在与商务、州、国防和能源部的高级官员举行的六次会议上做出了最新决定 消息人士补充说 官员们制定了有关哪些技术可以支持5G的详细指导 然后应用了该标准 消息人士还说 这意味着要对大约150份有争议的申请中的绝大多数发出拒绝 并吊销8份许可证 以使这些许可证与最新拒绝一致 在美国采取行动之前 最近 川普新任命的商务部首席副助理部长科里斯·图尔特 希望在下个总统任期 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后 对中共推行强硬的政策 1月17日 据Orphango.com报道 俄勒冈州立法机关目前正在考虑一项法案名为HB2238 这个法案将允许州长在紧急状态下没收 使用或拥有任何私有财产 已经有规定允许州政府对私人财产的有限使用 而这个法案旨在大幅度扩大这些财产 根据HB2238中的建议 俄勒冈州州长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时 可以发布 修改和执行规则和命令 州长将被允许参加定量 冻结 使用配额 禁止装运 定价 分配等等 它还将被允许规定和指导劳动力供应 工业厂房利用 保健和医疗 营养 住房 康复 教育 福利 儿童保育 娱乐 消费者保护和其他有关的活动 及基本的民事需求 归根结底 这项法案将使州长在决定扣押什么 何时扣押 以及如何使用方面具有广泛的酌情处理权 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不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以证明它使用行政命令的合理性 据称最近它再次延长了紧急状态 直到2021年3月 布朗还对那些不遵守它命令的企业使用了类似报名的强力战术 鉴于这段历史 人们发现它完全有可能宣布紧急状态 以便控制它希望的任何私有财产 潜在的目标可能包括医院 住房 不合规企业 甚至可能是私人拥有的枪支 报道最后说 政府单方面夺取财产的想法 应该吓到每个美国人 美利坚和众国建立在保护生命 自由和财产的基础上 每当政府对这些目标怀有敌意时 它就不再是合法政府 而是专制政府 近日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 谷歌与Facebook之间秘密交易的背后一文中披露 这两家公司似乎达成了一项交易 共同主导在线广告市场 Facebook在2017年透露 它正在测试一种新的在线销售广告的方式 这可能会威胁到谷歌对在线广告市场的控制 然而仅仅两年后 Facebook就宣布将加入一个支持谷歌的公司联盟 似乎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该联盟中六家合作伙伴的高管告诉纽约时报 他们与谷歌的协议中并没有包含脸书获得的优厚利益 谷歌让Facebook获得了比联盟中其他合作伙伴更多的优势 上个月 十家州警察长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也暗示 谷歌向Facebook伸出了橄榄枝 纽约时报报道 谷歌与Facebook之间的协议代号为绝地栏 涉及到网络广告市场中一个叫程序化广告的细分市场 之前 由于谷歌的广告交易所和广告服务器都占主导地位 因此它经常将业务导向自己的交易所 为了减少对谷歌广告平台依赖 市场出现了一种名为头条竞价的新广告方式 头条竞价提供了一个变通的方法 使新闻机构和其他网站可以同时从多个交易所招标 增加了竞争 为了防止新方法带来的重大损失 谷歌开发了一种名为公开竞价的替代方法 允许其他交易所同时与谷歌竞争 然后 谷歌将为每一次中标收取费用 纽约时报称Facebook作为最大的广告买家之一 并且支持头条竞价的方式 这让谷歌认为Facebook是在线广告市场的一大威胁 Facebook在2017年3月宣布 正在与华盛顿邮报、福布斯和每日邮报等出版商测试头条竞价 在谷歌与Facebook在2018年9月签署协议之前 Facebook高管向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概述了公司的选择 再雇佣数百名工程师 并花费数十亿美元与谷歌竞争 退出业务或者与谷歌做这笔交易 1月18日 川普总统发布新的行政命令 是保护执法人员、法官、检察官及其家人的行政命令 行政令写道 根据宪法和联邦法律 我国政府赋予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以重大决定权 由于工作的重要性 这些公务员面临着自身安全和家庭安全的独特风险 一些面临或收到不利司法裁决的人试图以伤害威胁来恐吓法官和检察官 此外 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在我们的社区中是法律和秩序的象征 可能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目标 而有时 公务员的家属也会成为受害者 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不必在公共服务和使自己及其家人遭受危险之间做出选择 我国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是维护我国的法制和保护在其旗帜下服务的男人和女人 因此 我命令加强对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的保护 联邦法律已允许联邦和州执法人员携带隐藏的枪支来保护自己 但是联邦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减少联邦执法人员必须行使其权力的繁文入节 当前对联邦检察官的威胁还要求扩大其携带隐形枪支的能力 这是司法部现有权力所允许的 最后 国会应迅速采取行动 通过立法将携带隐蔽活气的权力扩大到联邦法官 并通过其他措施 扩大我们打击针对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的暴力威胁的能力 行政令中还详细列出了哪些相关人员和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政策等等 感谢您观看期望之声TV 我是亭芳 节目由欣陪Ethan 关琪制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